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同學 我是科教中英主任 非常歡迎各位有這個機會 然後大家很踴躍的今天來參加評測談演講 所以馬老師很光猛 今天是本大 而且這麼早就到期了 我們科教中英辦這個活動 其實是搭配我們圖書館 希望我們可以都打算去借業 我們不管了科普的事情 然後看了之後 每一個禮拜有一場請一位教授他去講說 這些科普內容大概是什麼樣 有多吸引人 然後希望大家去閱讀的時候 從中間學到一些自己所希望了解的 這些周遭環境的追求知識 或者說遠景 看看作者們想要告訴大家什麼東西 那當然今天是剛好馬教授 他是他的地震跟海峽方面的專家 所以他也巧脫了書本上的知識 把最新的東西帶進來 我介紹給各位 所以因為前一陣 去年是日本的地震 是今年吧 去年 去年三月 去年三月 日本呢海峽 先是地震接著海峽 那所以對台灣是只有潛在的問題 我們今天正好 來聽聽馬教授跟我們的介紹 好不好 那我們就歡迎馬國鳳教授 謝謝 對我在上面 對 謝謝易教授的介紹 很高興回到自己的地方做科普了 不然我都在外面的很多單位做一些科普的演講 那當然是剛剛易教授有提到 地震海峽到我們台灣可能稍微陌生一點 那地震我們大家是比較熟悉的 只是說大家對地震的一些知識 可能比較偏向說地震來大家搖一搖 然後搖太大趕快躲起來之類的 也不太確定地震學家到底在做什麼 尤其是很多人碰到我們做地震的 他問的問題就是你可以做地震預測嗎 那如果不能預測 那你們你們地震學家到底在做什麼 到目前為止地震預測還沒有辦法成功 那地震學家是不是沒有存在的必要 那事實上地震學在研究裡面到底扮演怎樣的角色 跟你日常生活有怎樣的關係 我想藉這個科普跟各位做個介紹 對不起我這樣喉嚨非常的差 所以可能要常常喝水跟各位抱歉一下 對剛剛易老師提到說去年的東日本大地人海嘯 事實上我有到大概四個月之後我到現場 我們做地震學的研究對比較災害性的地震 我們通常都會到現場去做一些了解 但是如果離開日本大地震的之前 另外一個海嘯大家比較熟悉的海嘯 對不起這個我比較不會用 大家應該還會有印象 或許在座的老師們會有印象 是這個怎麼弄聲音怎麼打開 OK大家比較有印象了 或許是2004年蘇門達阿地震引起的海嘯 我的博士論文是做海嘯的 那我在回來台灣做海嘯研究 事實上大家蠻陌生的 因為不太確定海嘯要做什麼 那2004年印尼大地震的海嘯 事實上是讓大家知道海嘯的威力 它事實上是可以浪高到三公尺四公尺高 而且甚至可以災害是一直圍繞整個地球的海洋 到印度洋大西洋等等 所以這個地震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它死亡是二十幾萬人 我那時候的印象非常的深 因為印尼大地震剛發生的時候 我接到這個地方以莫戴一個大地震 我的知識告訴我它會引起海嘯 可是很可惜那時候海嘯預警在大西洋 印度洋那地方都沒有做預警系統 所有的預警系統都在太平洋夏威夷一帶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新聞 它在印度洋在非洲 現在在非洲都有人死亡 不幸死亡 但印尼就更不用說了 因為印尼就在當地 它的翁林時間比較短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那時候我們地震學家事實上是很感傷的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還是有一些failure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save lives 那對一個規模9.5的地震 我們地震學到底哪邊失敗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及時的給訊息 另外我們覺得失敗的地方是說 我們地震學的研究在拯救生命方面 還是比較偏向一個比較富有的國家 就是經濟體比較好的國家沒有預警系統 經濟體比較不好的國家就沒有預警系統 但是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整個世界的人民是同樣的 我有Echo的聲音是不是 你們會聽到嗎 好奇怪 好那就回到剛剛所提到的 Echo是嗎 OK我把電腦的speaker弄掉就沒有了 OK所以這個就是 只是讓大家去回覆說 2004年那時候很多 在媒體上面 大家會看到這方面的報導 那這個印尼地震的海嘯規模9.5 在這個地震之後 那是2004年 就是在這六七年來 事實上我們嘗試了如何對於規模9的地震 還做一個及時的研究 可以讓災害降到最低 那現在大西洋、印度洋全部都有做海嘯預警 等一下要跟各位介紹一下海嘯預警的動作 那這個是當初海嘯的高度 這個高度 但日本大地震之後 你就不覺得這高度有什麼了 對不對 之前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前 就覺得這高度 哇哦 9公尺 Amazing 9公尺大概有3公尺高 但這次的東日本大地震 當然這是更令人驚訝的浪高 那這個是印尼亞奇省地震前的景象 這是地震後的景象 我們稱這為Inundation 那事實上地震學的研究裡面 我們如果有浪高 我們都可以算出它海浪會淹到哪裡 這是我們未來做預警的時候的工作 就是我們可以計算一下它的浪高跟它的範圍 在地震或是海嘯還沒有發生之前 好那印尼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地震呢 它的地震破裂 因為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地科的背景 地震的破裂很多是跟隱墨帶有關 這個印尼這邊的隱墨帶 一路從北邊這邊一直往下一直往後面破 整個破裂是1500公里 各位知道我們台灣南北長大約400公里 差不多破了四個台灣 然後花多久時間150秒 所以它在兩分半鐘從南邊一直往北破破破破 一直破到北邊 那地震的大小通常是由長度決定地震的大小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在講說地震它為什麼破到1500公里停了 它為什麼不繼續往前破 它繼續往前破 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最大的可能規模地震到底是多少 如果它有一個 如果它有個沒有邊界的話 它是可以一路破到底的 那回到台灣就是說 台灣有沒有1500公里的範圍讓它破 但台灣南北只有400公里 所以沒有那個大的範圍讓它破 但我們琉球海溝呢 我们就叫海沿路从花莲一直沿到日本 那是怎样的地形可以控制它破一半还是从头破到尾 破裂的长度影响地震的规模的大小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地震的大小规模大小 不在它的开始而是在它的结束 就是地震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可以知道这地震即将成为规模5的地震 还是规模7还是规模9 如果是规模5 咬一咬我们建筑部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规模7可能有点规模9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地震预警的工作科学研究里面 现在就在做就是说 我有没有办法当地震讯号一进来的时候 它的开始进来的瞬间 例如说一秒钟的时间之内 我就知道这个讯号告诉我 这个地震事件即将成为规模5 还是规模7还是规模9 所以我们叫做realtime seismology 就是即时地震学 就是一个讯号进来 我是可以判断它的规模多大 但是很不幸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 每个地震的开始几乎长得都一样 OK也就是说地震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它规模会变多大 所以呢我们就也没有办法马上知道 它规模会是产生灾害性地震 还是不是灾害性地震 当然我们地震学家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地震的开始它规模会多大 当然回到一个地震学很基本的问题 地震物理就是地震是如何发生的 我常常在外面演讲都讲说 很多人都知道要做地震预测 包括耳聋的气功的 或动物在做都会有 但是 哦这个 我稍微激动一下 它就给一个讯号出来 OK 那我常常讲说地震预测如果要成功的话 你要先知道地震是如何开始的 你才有机会做地震预测的成功 可是你就算预测成功地震 地震还是会来 对不对 你不是说预测规模一个7的地震发生 地震就不会来 地震还是会来 最重要的当然是地震防灾 那我当然有时候扯得很远 但是我有一个dream 就是现在很多能源缺乏的问题 搞不好 现在是21世纪开始的 21世纪末是不是可能不可能 假设我们真的有一天 可以开始了解地震物理 可以预测地震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地震能量 转成一般的动能 我觉得这样地震预测才是成功的 也就是说 我有办法把地震运机的能量 变成我们要使用的能源 这是有可能的 我个人的dream 那一步一步来 但是我是先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背景 这个印尼大地震 是大家也印象很深的 OK 它为什么不往下走 OK 我可以把这个拔掉吗 我用手就行 为什么不往下走 为什么不动 盪掉吗 我刚刚把这个拔掉 先跳出来吗 这是印尼大地震的海啸的一些计算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讲到地震海啸预警 你可以看到 这个海啸发生之后 大概九十分一百分钟 开始传到各种不同的板块的时候 事实上这些时间 是可以让我们做海啸预警的 也就是说地震发生之后 我如果在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定出地震规模有多大的话 我可以预警说 它在一百分钟的时候 会达到印度洋 或是其他的各个地方的海啸 甚至绕世界一圈 所以当初这个地震 大概造成三十万人死亡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觉得 非常非常懊恼的 因为现在地震学的技术 这些部分全部都可以先算好的 因为海啸的传递 它的速度是根号GD 重力加速度乘上海底地形 那海底地形事实上是已知的阐述 所以各位很多是学理工的 你可以知道 距离 时间能距离出于速度 所以我知道距离 速度又是根号GD 所以我地震一发生 我刚刚讲说我们讯号是基石讯号 基石讯号 我大概一分钟之内定出 这个地震规模有多大之后 我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一百分钟之后 会发生印度 几分钟之后传到非洲 几分钟之后传到加州 所以预警时间都有的 大家印象比较深 应该是这次东日本 去年的东日本大地震 你就听到讲说 日本的地震发生了 大概几分钟之后会传到台湾 OK 那时候我在 我刚好在美国 但是我收到国客卫的电话 问我说 他如果传到台湾的话 大概高度大概是会多少 我们能量都可以先算的 那我那时候算出来 但我当然是凭我自己的经验算出来 另外是我们系上的 就是我们地科医院的另外一个水文所的 无作人老师他是实际马上去算 搜出高度大概是20公分 所以不会有灾害 但他如果20公分到了岸边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放大 可能会到1公尺 大概有时候乘5倍的误差 所以我们是in between 就是说你不会有太大的阻害 但如果你是涨潮 或者是说刚好海底地震的高度 有一些误差的话 他可能到1公尺 那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台东的成功 因为成功是在渔港边 所以会比较担心那个区域 但后来也是没事 只是变成大家都去观浪就是了 就像台风的时候大家去观浪一样 可是我想你印象比较深 应该是日本 日本他的电视 就一直running在讲说 几分钟传到鹿尔岛 几分钟传到东京 这就是tsunami warning 所以日本这次地震 规模当然9.0 没有印尼那么的大 可是9.0已经是unbelievable的大 那他的灾害死亡 还是不幸的有2万人 记得印尼是将近30万人 所以我觉得日本已经是在世界上面 做地震防灾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国家 那有一部分当然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 尤其我是现场看的时候 好像我一动他就 这电脑太敏感了 我一动他就又idol了 对不起我讲话太激动了 跳我出来 我要等一下 抱歉状况这么多 跳不出来 因为他刚才就晃动 有时候他应该的也不行 现在也跳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他在有晃动 下次不要再显示 蛤 他当然也秀得出来 下次不要再显示 哦 ok 下次他叫他不要再显示 因为我的档案很大 抱歉了 我喜欢用我自己的电脑 他怎么还是idol在那 擦那个没有用 我觉得他是在 那讲他把他发动 有没有用 我不要再耳朵 就算我大概为什么 还有因为我 好 说明了 就不怎么办 我没有用 我开始 我开始 他召唤了 他就他出现 他哪里 他说明了 他跟我说明了 啦 他讲明了 他讲明了 他说明了 我的答案 重新開很久 因為檔案實在太大了 抱歉 抱歉 因為抱歉不然是用耐灘 然後重新的東西 對 她那種是太敏感 等一下她對 她如果要問的話 就跟她說不要 叫她不要弄 OK 好 OK 等一下我要記得她出來的時候 把她Cancel掉 Oh my god OK 抱歉 有點打斷我的思緒 好 剛剛也提到一些了 就是日本大地震的狀況 大家在電視上看了很多 所以剛剛講說 9公尺高 大家都知道仙台這次的海嘯 達到30公尺高 所以 是很感傷的 最高的海嘯高度 當然我們在研究上面 在探討為什麼會這樣子 包括它對核能電廠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研究是在講 台灣的核能電廠 它的地震安全跟海嘯安全的問題 這個是我到現場去 我那時候 這個331地震 311地震的時候大概是在3月 3月11號 那我大概是7月的時候到現場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是一個叫女川市 這是他們當地的市政府 其實他們區域 當地的區域都知道他們會有海嘯 所以他們實際上有很多很多的訓練 所以他們當初的市政 就是他們的市政府 蓋就是蓋比較高一點 也就是說如果有狀況的話 實際上他們是可以一個避難的地方 但因為這海嘯高度實在太高了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 有些人跑到頂樓 那很不幸的也都 也都往生了 這個事實上到現場的時候 是很感傷的 你看整片的狀況 那但你看到這邊上下有些房子 就是以前的海嘯 讓他們知道他們要住在往山上走 但你也知道 人類常常是健忘的 當你看到一片土地在靠近那邊 沒有人用的話 你還是越慢慢越往前往前面搬 所以有一些不幸的事情 還是發生了 那這個是在公 公首線的地方 也是整個海嘯過來 這邊我等一下會給你看看 這是他們的海嘯瘟靈的警報 告訴你們說 哪些區域是會有海嘯淹過來的 然後你海嘯淹來的時候 你應該往哪邊跑 所以這地方 雖然海嘯高度這麼高 但事實上當地的民眾 事實上都是安全的 那另外你說海嘯力量有多大 這個就是這個JR的車站 整個都被衝走了 這個到現場看 跟看電視還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你到現場的時候 包括記憶地震 記憶地震發生之後 我們第二天到野外去 那現場看到 你常常會覺得說 地震學家到底在做什麼啊 我到底能做什麼啊 還是我只是在 學術上面寫文章發表而已 我到底能夠真正做什麼東西 而不讓這些事情發生 當然地震還是會發生啊 我們只是說 我們如何以科學的知識 就是喚起一些真正實用上面 在人類生活上面 可以保住他生命財產的一些知識 來保護他自己的生命財產 那當然有些自然災害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去抵抗的 雖然這個日本這部分 雖然是做得相當好 但是我到現場去的時候 我想大家在新聞上都看到 就是他們非常擠然有序的這種行動 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還是很感動 我覺得說 日本當然他的民族性 他就是一個非常謙卑 然後非常這個 sincere 的民族性 所以他們做一些 又很有耐心就一步一步來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台灣有時候 我們當然有我們的特質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特質 就是樂觀 世界就算昨天怎麼樣 明天再來吧 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生活是很愉快 其實這樣也是很好的 可以相對的我們對天然災害 我們就覺得說 哎呀沒那麼倒霉啦 搞不好下一代再說 我們不會碰到啦 好就是五百五百比對不對 就是拜拜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我會有這樣的心情 但是讓我每天都生活得很愉快 這倒是好的啦 但是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在日本看到是覺得 他們對天在那種謙卑跟準備 是讓我感動的 包括我剛剛講說 女川那個市井 就是市大樓 有些人不幸往生了 我那天是地震之後的四個月去 然後我看到 你在日本都是Lawson的那種便利商店 不是Savien 不是Lawson 他一樣開業 旁邊全部都是倒掉 就是他在旁邊的一個街角 還有一個他就再繼續賣 那我覺得是說 他覺得說 我的日子還是要繼續的 所以我要儘快恢復我的日子 所以他們的冷靜跟行動力 我覺得是他們 面對天然災害的一個態度 雖然我說一樣 我說到現場去看 我知道他們知道當地會有海嘯 那他們的 怎麼樣 防災意識做得很好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說 科學可以教育我們 讓我們減少災害 他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OK 所以說他們還是會搬回原地 所以我其實這幾年一直想要 看說他們對原來災害地區的那些區域 是就不准人民居住了 還是允許居住 那允許居住的話 用怎樣的條件 讓他允許居住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那種 我知道我會有海嘯 那我下次碰到我應該怎麼樣做 這次兩萬人死亡 我覺得我一直跟日本的那些學者們講說 我覺得你們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因為我不敢想像 如果這個地震是發生在台灣 台灣的災害會有多少 你知道那房子是沒有倒的喔 規模9 震度達到2G 你知道2G 重力加速度是1G 2G的話是2倍重力加速度 房子是沒有倒的喔 所以這次的災害都是海嘯的災害 所以他房子的防震是做得很好的 很多地方可以學習的 那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以科學在治國 以科學管理工程 然後開始治國 所以我覺得他科學跟工程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緊密的 我不知道在座有幾位是工程的 因為我知道易老師是物理的 我們是學科學的 我常常覺得我們在國內 科學跟工程是有點脫節的 然後那個脫節常常講說我工程 抱歉喔 如果這邊有些工程的 但還是一些很科學的工程學家 就是說他們常常覺得說 我工程不用管科學 因為我要很快的把它變成 需要用到的狀況 所以科學的東西都是你們科學家 自己玩得很愉快的東西 自己在象牙堂裡面玩得很愉快 那可是當然這個地震之後 或之前我開始跟地震工程 開始有更多的討論啦 我們希望我們科學的知識 可以用到工程 工程才可以真正的防災 科學沒有辦法馬上防災 我們需要工程師 我們需要工程師 把我們的科學知識 變成practical 那我們需要 需要國家 需要政策 把這個practical東西 變成重要的法令 那你才有辦法 以科學的方式來減少災害 這是我現在也是我一直持續想要 進行的事情 那在日本我覺得我是看到了 那當然日本的海嘯 各位各位來看的話 它的海底地形這個是 我們說台灣非常複雜 幾個板塊的碰撞 你們每次都說 地震發生 你看到氣象解降降 這是一個正常的能量十方 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大陸板塊的碰撞 應該背得很熟 考試一定都考滿分的 那日本的話 事實上有三個板塊 太平洋板塊 北北板塊 日本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事實上有四個板塊 全部聚集在日本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很深的海溝 這地震就在這個地方發生的 這是它的海嘯的發生所在的位置 台灣來看呢 台灣非常小 你如果跟日本整個連起來 就是日本島湖 我們是在日本島湖 一直到日本島 我剛剛講的琉球海溝 我們常講菲律賓海板塊 歐亞道路板塊的碰撞 那這個島湖其實很長 我們系上另外一個老師 許舒坤老師 曾經去比較說 我這個島湖 會不會一次同時破 一次同時破的話 這個長度會達到規模 9.5以上的規模 但他們的海底地形研究 幸運的它是不會的 因為它的coupling是不一樣 這兩個板塊之間 它的鎖住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它事實上會分段破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認為台灣的島湖附近 最大規模地震大概是8.6 不會到9.0 這是我最近的研究的成果 它的大概是8.6 那旁邊後面這個馬尼拉海溝 這個馬尼拉海溝到菲律賓 印尼這一條 大家都知道地震 聽到地震都在花蓮外海 這個海溝它如果產生地震的話 台南地區事實上是很平的 台南地區會淹得很嚴重 因為不像東北部花蓮一來一代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沿岸是非常高的 所以海浪來其實不見得會整個淹進來 南部的話是有這個危險 所以我們現在在國課會裡面 我們想要啟動一個古海洋 古海嘯的研究 我跟林電森老師還有許舒坤老師 想要去看Tsunami Depart 如果在這幾個是底科的同學的話 因為海嘯如果過來的話 它所帶來的沉積物是海底沉積物 所以你是有辦法去用海底沉積物去分析說 這裡有沒有曾經被海嘯淹過 所以這個因為我跟吳作任老師 我們在做說1781年曾經產生大海嘯 1781年已經300年了 大家也知道地震的周期很長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很難做地震預測 跟一些危害度分析失敗的地方 像東日本大地震它回復周期是3000年 等下會講汶川地震回復周期是1000年 所以馬尼拉海溝這邊在300年前有沒有海嘯 我們必須要去做古海嘯的研究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河南電廠 河山廠還有墾丁 因為我們算出這個海嘯如果發生的話 南灣是所有海嘯的聚集地 所以要有一些Tsunami Warning 現在我們開始跟政府在合作 要做海嘯預警 那整個地形來看的話 大家知道板塊 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現在大概地科的背景大家都有 台灣很小 當然就是因為兩個板塊 福利賓海板塊 在花蓮地區往北俯衝 南邊呢 馬尼拉海溝 在高雄這邊進來 往下俯衝 所以有兩個螢幕彈 所以400公里的地形 那麼窄 150公里寬 兩個螢幕彈 所以我們造山運動非常的活躍 台灣那麼小 最高山 3000多公尺 玉山 所以如果有地科系的同學 之後我們每次都有很多訪問學者 像我們現在有六位法國 法國的學者在台灣 就做造山運動 台灣的碰撞是全世界排第一名的碰撞袋 但蘇西藏 西藏還是排第一名 我們排第二名 就是它的碰撞數字很高 所以我們的高山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要研究活動斷層的機制的話 台灣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區域 所以有很多人到台灣來做研究 了解它的碰撞特性 OK 那我們地震活動呢 地震活動的關係 因為大家 很多人都知道 規模 差一個規模 事實上我們是用Log的關係來定規模 所以說規模5跟規模6 它事實上能量至少差10倍 但我們還有取Log在1.5次方 所以大概差30倍 所以規模5跟規模6大概差30倍 規模8跟規模9又差了30倍 所以我們基底地震如果是7點多 跟印尼 日本東京大地 日本 不是日本東京 日本東北大地震規模9的話 事實上能量差了將近900倍 30乘30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在座有想過基底地震的樣子的話 你知道日本大地震的樣子 但日本大地震它的震一樣在海外 但是它搖晃搖很久 那大家也知道說 你可能在新聞上聽到說 他們手機都在響 就是地震預警 說地震來了 我們現在台灣也在做 就是以後你的手機拿起來之後 地震來的時候你手機會響 然後告訴你 X坡什麼時候要傳到你的位置 做一些Warning的事情 OK 那當然另外一個紐西蘭的地震 紐西蘭地震倒是一個surprise 因為它規模才6.3 但它很淺 那這個地震的重大的一些狀況 事實上是異化 liquification 因為它那邊還 那個 這個地下水層非常非常薄 它的 它的所在的都市的層級環境 是非常淺的層級環境 所以呢 它的一些災害 是以liquification 水整個上來之後 你開始 你土開始軟化 反正就倒了 那這個地區 我現在知道 紐西蘭是完全 abandon這個區域了 這些住宅 全部都不能住人 所以它們全部撤離 那這個liquification呢 事實上就是在地震學上面 或是地質學裡面的必考題 就是你地震 本來有些沉基層 那你搖一搖之後 變緊滅了之後 有些水有點像噴泉一樣的噴上來 噴上來之後 這區域就軟了 房子就倒了 所以你買房子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去買 那種海埔新生地了 所以你看那種海埔新生地 大概都是 例如在台中港 它就是蓋倉庫 在彰化 基地地震的時候彰化 有一些異化的情形 因為它在河川附近 所以你買房子 你當然要注意一下 你的附近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 你買房子的view很好 因為你看到河 看到河 我不曉得真的到底好 或是不好 因為代表你的寒水層 非常非常的薄 你很容易產生異化 或是你去迪士尼的時候 這是日本大地震 你說迪士尼它有異化的現象 也是因為它就是海埔新生地 所以它不會當作是住宅 它把它當作是公共的一個 一些 entertainment 的地方 所以你不會有大型的災害 但是它還是會造成一些財產的損失 所以這是異化 你買房子的時候 當然要特別注意一下的地方 那印尼呢 其實跟我們也很像 所以我們跟 不是印尼 紐西蘭跟我們也很像 它也是一個板塊碰撞 然後切過南島 然後你知道它還切過他們的 威廉頓市政府的辦公室 就是這樣切過去 所以他們在分析的時候 是做蠻多的 這是紐西蘭 所以紐西蘭跟我們也很多合作 因為它跟我們一樣是瘦長型的 那板塊碰撞擺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國際合作上面 很多不同的構造 想要一起了解說 它的運震特性跟造山運動 這個是另外一個悲傷的地震 也是我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就是汶川地震 所以21世紀剛開始的幾年 確實確實讓人覺得很多的震撼 從2004年到2008年 我還沒有講海地地震 那個海地規模7點多 結果連總統府都倒了 那個海地地震 那是讓我決定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 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的 因為我覺得地震跟人的生命 是不分國度的 所以我是進入世界文教組織的地震 危害度分析 OK 那這個汶川地震 是另外一個 令人感傷的地震 那當然它的建築是非常差的 我們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事實上它這個北川這邊是全部封鎖 它是讓我們野外的人才可以進去 另外最大感傷是landslide 這個山崩 這個地震發生之後 這個村落事實上還存活了大概3000多人 這個山崩又不幸的造成3000多人死亡 因為它是瞬間的整個埋下去 那當然積極地震大家也知道 包括莫拉克風災 它造成這麼大的一個landslide 就想說地震之後 你的表層都非常非常鬆軟 很容易在雨或是震動之下 它就一個大山崩就做下來了 所以我們地科院裡面很多老師在做山崩 就是我可以先算出說加速度多少的時候 這一塊就可能會崩下來 這是李希提老師他們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全台灣哪些區域是可能山崩的區域 然後我做預警 當然就是現在大家對生命財產比較重視了 不然以前的話 你有時叫它搬走 它還不願意搬走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公權力的問題 你把它把它劃分成危害區 它還是不走 可是當真的危害的時候 它又要罵說你們沒有叫我走 或是說是你們害我 社商人為國家要賠償我 因為我的房子倒了 可是這個公權力的事情要開始在執行 所以現在一個地質法開始成立了 我想大家可能在新聞上有聽到 開始劃出台灣的危害區域 那如果你硬是要住在這個危害區域 你自己要簽下你的誕書 是你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決定要在這邊住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有一個安全 就是說你要在這邊住的話 你的房子的結構要一定的安全 我們才讓你住 但是同時也要讓你有一些誕書 這是一個行政法律的部分要開始執行 那這當然是汶川它的整個規模就更大 然後我就想到我們以前在學歷史或地理說 數到難 對它真的很難 那它就是全部都是那個懸崖陡峭 我是地質學家我不是真的跑野外 我跑野外就是跑那種觀光室野外 就是這樣喔這邊房子倒了 看一看啊這邊看一看 地質學家還真的是跑野外 在座如果有些同學知道 張忠百老師他跑野外 他是跨過山跑野外這樣跨過 他說他跟著那卡車走 就是卡車司機跨過那時候 因為他追斷層啦你知道 斷層走到一半不過不見了 他想要繼續往前追 他沒辦法追 他就看到一個貨車 他就請了貨車站他 他說那個路是這樣彎來彎去彎來彎去 他一直要吐 他覺得他忍住不要吐 因為要表現地質學家的氣概不能吐 結果他說後來那個卡車 當然我有點認識 可能要用張忠百直接講會比較寫實一點 只是他跟我講說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他忍住都不吐 我後來發現他那個司機就暫停了 暫停之後原來司機下去吐了 司機就下去吐 然後呢看到司機吐 他當然就跟著吐 那也看到下面一堆貨車跟車子在懸崖的下面 我覺得有點可怕 地質學家實在太偉大 那些車掉下去當然一定 當然是司機就是出現狀況 所以那個挑戰是蠻大的 當然沒有到一定的危險 他們都會保護自己 理論上如果真的很危險 他們應該會跳下來誰對 OK 那這是另外一個也是在問川的時候 這倒是蠻特別的景象是 這個這麼高 然後上面這麼重 旁邊房子倒了 他竟然沒倒 所以這是我們地震學 跟地震工程在這種事 房子會被倒 不是說他的加速度多大又倒 他跟他的搖晃周期有關 你越高的話周期越長 所以101大樓不見得最危險的 因為他周期很長 你要撼動一個那麼長周期的東西 你要非常非常大規模的地震 所以大概是兩三層樓房子 大概是會弄2到3赫茨的頻率 是比較容易倒的 所以不同的房子他的結構 跟他的地震的周期有關 所以我們在算的時候 例如說台北盆地 我先算說台北盆地的共振頻率 大概是0.3秒 所以你房子在蓋的時候 就這樣避免這個0.3秒 因為你知道共振嗎 你本來是過去就過了 結果你跟他共振 你就跟他一起搖 搖 那本來房屋搖兩下沒事 你搖個十下 他可能鋼筋就會軟化 然後就會collapse 所以我們現在加很多damper 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減少他的影響 這個是汶川地震的狀況 那汶川地震就是龍門山斷裂 每天聽起來都很像看武俠小說的感覺 龍門山斷裂 然後他這邊有個盆地 這邊有個山 一樣的 這個四川盆地為什麼會是盆地 因為它的碰撞帶一直往越南這邊推起出來 所以這邊形成盆地 你還記得我們基地地震 西邊是台中盆地 所以地形上面都有一些暗示的 它為什麼是盆地 它為什麼是高山 暗示它一些力學的作用在形成 所以這個是這個力學上面 它有個龍門山斷裂 是產生四川盆地跟清江藏高原這一帶 那在座很多應該都有一些地科的嘗試 就是說西藏高原為什麼會這麼高 為什麼最高峰聖母峰 因為印度板塊一直往這邊碰 歐雅道的板塊也是陸地板塊 兩個互相硬碰硬 就一直往上堆高 所以這邊就是西藏高原 我們現在很多人是到西藏跑野外 我一直很想去 可是還沒有勇氣去 我知道有些老師跟印度的合作是到西藏出野外 其實蠻酷的 一個學生做昆仑斷層 昆仑斷層沒辦法出野外 當然有些人去那邊出野外 他們說他們出野外是很難啦 因為你一頭台上就有高山鎮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緩慢的 那我記得他們做新疆的 但這是跟中國大陸合作的時候 他說他是騎驢去出野外的 因為你看那個路很難走 連卡車都不能走 我就說哇好炫喔 我就想到小毛驢 因為我永遠都是很天真的感覺 哇好好玩喔 小毛驢 他說小姐你坐三個月看看小毛驢 你的屁股都快要裂掉了 不用三個月啦 你三天你就快不行了 說的也是 我每次都想到很浪漫 我就想到說 還要拿個鞭子一邊走這樣 他說那個鯉還有鑼 那個真的是很頓 他有時候在那個山走到一半 他就是不走 就是一直排他一直排他就是不走 所以他說出那野外其實是蠻辛苦 但是我們聽起來是覺得還蠻炫的啦 他們去新疆出野外 他說那個西瓜真的是甜的不得了 他說在我們台灣怎麼樣吃 因為你運出來還是不一樣 其實那個現地的新疆的西瓜 你知道沙漠的西瓜非常非常好吃 我沒吃過啦 所以他們要拐我去 我目前還沒去 我們知道用吃的跟那個風景去拐學生出野外 然後去了之後他就說我不要再去了 OK但是蠻特別的風土民情的 所以有時候做地科的部分是蠻特別的經驗到各種地方 像我出野外到四川吃 我這樣講到下課都還沒講完 我想到我吃麻辣鍋 你知道你去四川出野外的時候你要吃麻辣鍋 他說你要小辣還是大辣還是微辣 我想說小辣好了我還蠻能吃辣的 結果他的小辣就是我們的大辣啊 你知道那種等級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麻婆豆腐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麻婆豆腐 是在野外的一個小小小餐廳就直接點了麻婆豆腐 因為我想說到四川一定要吃正宗麻婆豆腐 所以還是有一些去談啦 雖然有一些辛苦的地方 OK那這是汶川地震他的整個板塊的碰撞 那這個是一個逆斷神 就是我們去研究這個地震 他是怎麼樣來的 那現在的一些地震研究 我剛剛講說我們跑野外 事實上以地震學我根本不需要跑野外 就可以做資料分析了 因為所有地震的資料都傳到世界各地之後 匯整到一個地震資料庫中心 我FTP就可以把資料拿回來了 就可以開始分析 因為現在的地震資料是全部世界學者公開的 每個學者都可以做地震研究 但相對的壓力也很大 就是說每個人都能做 所以每個人都能發表 如果你學術的競爭上面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你會隨時看到幾個月之後 就有一篇在Nature出來 一篇在Science出來 然後一篇GRL出來 每次都想說這些人是都不用睡覺是不是 怎麼做那麼快 所以有時候壓力是蠻大的 所以有時候壓力是蠻大的 當你資料是FTP 你可以很愉快的在家裡就可以做的時候 別人也是一樣在家裡就能做了 那有時候我跟地震學家開玩笑說 你看我們地震學家 住在家裡就可以算出地震是密斷層 在破裂破多長 哪邊破多少 你們地震學家一步一腳印走那麼遠 才知道地震到底發生什麼事 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就拐學生說當然要學地震學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到地址的話只是去驗證而已 我們不用 我們只是驗證我算對了 就這樣 所以 也會跟地震學家一些討論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好笑的地方 OK 但要收拾去比較 比較那個 幽默的一些談話 另外大家比較熟悉 也是我在地震學上面我覺得很大衝擊的地震 是機器地震 機器地震呢 當然他說我已經回台灣了 那回台灣的大概是六年 我是93年回來的 這個地震發生在9月21號 剛開學 所以那個一天一發生之後 我們地科系的老師都不見了 因為全部都出野外了 所以新生一進來找不到老師的 因為所有老師都不在 一個禮拜都不用上課 因為所有老師都出野外去了 那這個地震發生的時候呢 我感受很深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新竹 我瑕疵還小 地震在咬的時候呢 我以為是我們在講嘉義地區 常常會有一些大地震 我以為是嘉義地區的大地震 可是地震發生之後呢 我一樣跟一般的所有人一樣很無助的 不知道地震發生在哪裡 好聽廣播才知道 然後我覺得我是地震學家 我要收到地震紀錄 我要開始做研究分析 但是我完全都沒辦法做 我只跟一般人一樣在亞那邊 在想說這地震到底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還印象蠻深 我把地震學用到我的家庭生活上面 因為我女兒那時候才 六歲還七歲 她很緊張 主陣咬的時候 我們還是在家裡 後來很多餘症 她就一直很緊張 就跟娘說 你不用擔心 大地震發生之後就是餘症了 所以餘症會越來越小 不會越來越大 所以她雖然聽我的話 但是一直咬一直咬 她就說 媽我們出去好不好 我說好嗎 還是出去了 所以我應用我的地震學知識 說服她說 這個餘症只會越來越小 但是還是搖爬了 那這個是在光復國中 你看這個校舍 事實上是我們台灣以前典型的校舍 就是你這邊一排 這邊一排 後來有錢了之後呢 在中間再連上來 所以這裡 這個不是沒有東西 這是本來三層樓的 然後整個collapse下來 所以我們說 記憶地震對台灣是很仁慈的 你無法想像 它如果是在上課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的 這個記憶地震在凌晨 對我們是非常非常仁慈的一個地震 當然這樣講的時候不太公平 因為還是有不幸有兩千多人往生 這個是感受比較深的一個地震 這在野外的時候看到 這整個高度大概是九公尺高 這是三公尺高 然後你看它抬多久 三十秒 嘶就上來了 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大 那都知道那個momentum很大 那我記得我整個出野外的時候 我不曉得我沒有畫那麼多圖 大概沒有畫那麼多圖 就是我出野外的時候 這是第二天的車隊 我說我們第二天全部每個人都出野外 因為王謙老師他要去收集地震資料 地質學家 我記得我是跟李希廷去跑野外的 李希廷老師要了解地表破裂是怎麼破的 然後我跟我的研究生是 就是只要有電我們就透過世界網把資料拿回來FTP 那你知道那時候限電 所以只要有電 你就馬上要把資料拿回來 同時呢 當然這是我自己當科學家的問題 是同時呢我們電視新聞一直在報說 日本得出我們這個地震規模多大 記憶是什麼 我想到就覺得 台灣的地震幹嘛每次都日本的結果 我當然一定要有台灣的結果 所以 可是日本沒有停電啊 所以他們做得比我快 因為我剛剛講的不是 東西都FTP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 全世界都可以拿到資料 所以記憶地震不是只有記憶地震 台灣可以拿到資料 他是全世界都可以拿到資料 所以我每次看到新聞在播的時候 我心裡就很擠 我想說 人家以為台灣沒有地震學家不成 老是播日本的 所以我就跟我的學生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每天就叫他們有電就開始做 然後就開始抓資料 開始分析 所以那時候我的學生很可憐 他半夜我也會call他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 九月嘛 大概六個月之後過年的時候 大年初就打電話叫他們 開始要上班了 趕快把東西做出來 那當然就是有一點是我科學的一些 競爭性嘛 那個是我自己的問題 只是我出野外的時候 我剛剛講到說 在民間跟 激情那一代他災害很嚴重 所以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老師或同學 是從那邊來的 我那時候看到一部發財車 上面寫免費收金 我好感動 我那瞬間我看到真的好感動 因為在積極民間內 那一代的房子 一大半是倒掉 因為頻率大概兩赫尺 二三層樓房子是很敏感的 那我在想說 我們常常覺得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 對什麼收金啊 什麼拜拜啊 但我還是會拜啦 因為家裡拜那還是會拜 我只是說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去覺得說 那個是必要的 可是呢 那我們以前會認為那種收金啊 什麼都騙錢的 那只是一般人在騙錢 可我看到免費收金 他不騙錢了吧 因為他免費啊對不對 他後面排一整排 每個人的表情都是非常非常地惶恐 我那時候才開始告訴我自己說 就算他不是真的 他只要能夠撫慰人心 那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我的衝擊很多啦 就是首先是我科學大大能做什麼 二來是說 一般民間的行為 事實上我們以前可能用 至少我啦 用錯誤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他還是發揮很大力量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我犯的錯誤 也是我現在 有時候我在講的時候 也會講的比較 激動興奮一點 我說我們一個地震發生之後 五天我們所有老師都出野外 我們後來在秉文堂開了一個記者會 因為很多記者都要了解發生什麼事 所以開記者會 那我大學是教地震學的 我教震源技術學 教地震規模等等之類 都是書本上的 所以我上去 我上去秉文堂講的時候 我越講越興奮 因為我就覺得說 書本上的知識全部 基地震全部呈現出來 所以呢 我完全忘記了感傷 我只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科學重要的資料 我講得很興奮 下來之後一個學員跟我說 老師 你剛剛講得好像太興奮了 我才覺得 Oh my god 完全 你知道做科學有時候 你就是 因為你有很大的研究成果證據 驗證你的成果 你就興奮不得了 可是你忘記 它的這個地震 都是一個災害性地震 所以這幾年下來 我常常講說 我的科學成就 是建立在災害上面 這個心情真的蠻複雜的 就是你會覺得 怎麼講 這樣講的不太禮貌 但是我常常覺得是說 那個災害越大的時候 你的資料越豐富 你知道嗎 那種心情有時候真的 慢慢我去調適我自己 包括那時候 吳作任老師 剛做海嘯的時候 那時候 我當然在電視媒體 才看到他 所以我也可以跟他講說 你不要把自己當海嘯 因為他常講說 很可惜這海嘯不夠大 因為他做海嘯 自己當海嘯 海嘯越大越好 我後來一講完下來 所以我跟吳老師說 吳老師你不要把自己當海嘯 你會想說 蠻幸運的這個海嘯 沒有那麼大 他說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學習 科學跟生活上面的東西 但 有時候我還是會忘記 所以如果在座的是 科學的話 我可能要快點 這是背風橋 這些大的破壞 那這個的話 整個斷層切過 那這個現在是 建立一個地震博物館 這個是 如果你有空的話 可以 這個地震博物館 真的是世界級的地震博物館 國外的地震工程 地震學家來看 還是覺得非常值得去看的 所以你看 你說基地地震是大家 印象比較深的 我們還排不到前十大 那 東日本大地震大概是排在 第五或第六 所以這個是幾個 比較大的大地震 唐山地震 基地地震 四川地震 當然我們是在陸地上 那個災害當然是 震撼是比較大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這樣比 那最大的災害性地震 是我在中國合作一直想要做的 陝西大地震 1556年死亡83萬人 那他們說很可能是疾病造成的 就是 你如果說汶川地震之後 他們有一個村落 是他後來全部把它關起來 就是就地埋葬 OK 可是以前他如果沒有馬上就地埋葬 有太多人傷亡的時候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傳染病 所以這個研究是必須做 那我現在在跟我的學生做 唐山大地震的分析 那台灣呢 回到台灣 所以台灣 這是台灣 一千 從1700年以來 就是三百年來的 再害性地震的分布 那大家比較印象深的是 積極地震 那西邊有很多斷層 你看加以台南一帶 大概每三十年就一個規模 大概六點八七點年的地震 所以呢 我們是比較緊張加南地區的 而你知道 中正大學的房子 都蓋得非常非常的強 因為棉山斷層通過他們學校 那棉山斷層通過他們學校 那棉山斷層通過他們學校 就是通過操場 因為他蓋的時候 絕對不會讓他 不會讓他建築在斷層的上面 可是呢 王謙英老師去做政策 發現 那斷層好像不是在操場 是通過他們的行政大樓嗎 所以 因為到底是 因為已經地震很多年之後 你要很多很多Mapping 不然他一直做政策 他一直在操場 沒有找到斷層的痕跡 但是當然 他們房子是很抗震 所以 不同的關係去做 那這樣離去 我們會比較擔心一點的區域 那在台灣來講 如果是我們大度回去 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1909 在台北市有一個地震 它是在規模 它大概比較深 大概幾十公里深 所以我現在正在研究1909的地震 那1920這邊有一個規模8的地震 那這個地震呢 我現在評估這個地震 如果引起海嘯的話 它一直破到地表 規模大概8.6 所以這個我現在是 跟荷林電廠在合作 算出這個離證海嘯的高度 對荷林電廠的影響 跟他們抗震的結果 那這也是 我開始會在公共場所會講 以前 大家新聞上面有聽到說 講講地震海嘯 一般荷林電廠或是 台語電廠都很保守 都不會啦 不會啦 那 那 那我們現在講說 我們希望用科學來製補 就是 你不用擔心到底它會不會超過 我算出來給你看 我算出來之後 如果你那個電廠是可以 海嘯高 海嘯強 是比這個海嘯高度還高 那你當然放心嘛對不對 那海嘯強度不夠高 那你就是要補強囉 那你地震抗震 它最大加速度 如果是0.3G 建築物 如果你本身可以抗0.3G 那也沒問題 現在的建築市量抗震都很高 所以 可是一切 請讓數據來說話 以現在的地震學 我可以全部把它模擬出來 一個規模8.6地震發生在這的時候 它傳到荷林電廠 甚至傳到你家 不過應該怎麼樣子 我們是可以把它算出來 但頻率高頻的是有些困難 長週期的部分大家都有辦法 那我們現在嘗試把它算到更高頻 這是我們現在在發展三尾波傳的 這是我的博士班學生在算的問題 就是我如何把它算出一個地震來之後 它傳到什麼位置 它高度應該是多少 頻率應該是多少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叫做 scenario earthquake 地震還沒來 但我可以先去硬算說 如果一個地震這樣發生的話 這個都會區會造成怎樣的損害 它的災害可能會是怎樣 它的救災應該怎麼樣救 這是我們台灣現在在進行 在1935的新竹台中地震 這是記憶地震之前另外一個大地震 它的傷亡事實上比記憶地震還多 這個地震是值得要重新做的 因為新竹科學園區 你還記得在座老師們或是職員們 可能記得我們中央大學曾經到 在那個新竹那邊做一個炸冊 然後呢我們看到記者會道歉 還記得嗎 我們做一個我們做政策 然後把炸藥埋在地上 然後做爆破 然後想要用爆破傳破資料 就要收集了解地下構造 結果新竹那地區呢 我們在宜蘭事實上是3000公斤的炸藥 完全都沒事 在在新竹這邊大概是800公斤 但是呢那個波完全沒有往下走 全部反射上完 所以一炸完之後 那個所有的警車全部都出動 我們就在 就在那個 那是半夜一點 因為我們都是半夜的時候炸 因為半夜很小 因為半夜的時候你的雜訊最少 所以我們都是半夜的時候炸 那所以一完之後 所有的警車全部都出動 後來王謙老師那計畫就要停 那時候是我們像老師李羅全 我們還開了記者會 我們還去科學園區做道歉 因為科學園區說我們那個爆破 讓他們的產值工廠停工等等 所以引起蠻大的問題的 可是那個事實上完全都有 但被新聞媒體罵到不行 我記得那時候的那個 那時候還沒有 MSN是什麼 VBS把我們罵到不行 說什麼 什麼是有白癡笨蛋 為什麼不在中央大學自己炸 跑那邊去炸 就是你知道罵了一些 那事實上一切一切都是有license 那些炸藥當然不是隨便人可以去炸 所以那個炸藥事實上是一路是警車護送到現場的 所以它一切都有 都有執照 只是我們確實沒有跟當地講 我們要炸 因為我們去警察局講 你不要告訴我你們炸就好 因為就是如果出的狀況 那個負責的狀況 當然沒有任何的傷亡 只是有一些產值變了 所以可能那時候事實上是想要了解 新如地區的構造 我們目前為止 昨天另外一個學者來的時候 我們在講說新竹科學園區的構造 那斷層還沒有找得很清楚 事實上是要做分析的 這是當初的1935的地震 當然沒有辦法跟現在比 之前的房屋結構當然差很多 以前都是沒有鋼筋水泥的 這個是新竹的鵝梅 下面是台中的豐原 另外的話就是1906年的梅山地震 這個事實上就是梅山斷層 跨過中正大學附近的斷層 有一些你看有時候蠻神奇的 這地震從中間切過 就把書這樣切掉 這是有一些野外的歷史圖來看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女性的福音 我們說1906的地震呢 那時候發現女生的死亡率比男生還高 為什麼呢 因為裹小腳女生跑不快 所以從1906年之後呢 台灣就開始 我們女生就不用裹小腳 但應該現在也不用裹啦 但是1906的時候 他有這樣子的關係去討論影響 好我想這板塊運動的部分 大家大家都很熟悉 那台灣的話就是 台灣很小 剛剛講印度在這 印度板塊跟大陸板塊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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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給你到澳洲到紐西蘭一整塊切過來 那加州有個很大的斷層 大家知道那個Sandles Falls 如果你從LA飛到舊金山 是它沿著斷層飛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斷層很漂亮 對嘛 講斷層很漂亮 歷史學家也是講斷層很漂亮 OK 那到北邊這邊等一下會講 這是Cascadia的一個隱末帶 這個地方隱末帶曾經產生規模9點女的地震 所以讓北加州跟加拿大都非常緊張 Vancouver那邊非常緊張的地震 那這個地震的研究等一下會講 他是由海校分析出來的 那當然就是太平洋地震帶 可能在座的同學們高中必考題吧 高中地科必考題 好 那講說我們地震學家呢 事實上是應用地震資料 這地震資料剛才已經介紹了 我們就有一個世界地震觀測網 在全世界把地震網的資料 全部回饋到Washington的一個資料中心 所以地震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來這邊收集 那我們地震學家根據這個波形 我們就可以來分析地震到底搖多久 波動範圍多大 理論很簡單 就是F equals to MA 你有V 你有Disprism 然後你可以算出它的變化代是多少 這是地震學很多工作 那這個地震波還會在地表 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 所以呢地震夠大了 像那種規模9.5的地震 地球是會這樣膨脹收縮 膨脹收縮 那這個叫自由震盪 有些做理論地球物理的 非常喜歡做這方面的 就是喜歡這方面的題目 就是了解地球的整個行為 還有另外你們可能在新聞上 會聽到趙鋒 我們以前的院長就會提出這個地震 讓我的自轉軸扭了多少 所以一天是變長了還是變短了 那就因為地震發生之後呢 我的自轉軸重心可能變了 就是我們中間23度半的自轉軸 它的扭動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重力重新分配 當然趙鋒每次算錯的時候 大概0.000幾秒 大概10的-5次方-6次方秒 那所以它的計算 那只是呢 我們台灣每次都喜歡講國外 每次都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就是外國的NASA 算出地球的長度每天減少幾秒 然後趙鋒說 那事實上都是我的城市 因為那他是我的博士後 可是他不會講趙鋒 都會講外國人的名字 感覺比較炫一點 趙鋒說 目前為止其實全世界在算 就是他當初在NASA 算出來的equation 所以他的解應該都是他的解 算出來的 也就是說錯都是他的錯 如果算錯 可是0.00幾秒 大概也不知道他對還是錯 那台灣呢 台灣當然也是有很密集的強陣戰 這是我回台灣的很重大的原因 我當初在93年畢業之後 我們台灣開始密集做地震觀測網的設置 包括三角形都是強陣戰、地震戰 還有圈圈的是GPS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是全世界密集的資料之一 而且所有資料都公開 所以呢 在研究台灣的地震上面 是有很多資料可以做分析的 這要感謝我們的前輩 蔡宜本老師 我是覺得我們以前 我們地科院的院長 第一屆的院長 他是我們每次剛才講 他是我們台灣的地震學之父 因為中研院的地球所也是他創立的 中央大學的地科院是他創立的 台灣地震觀測網是他創立的 是他在30歲的時候 從MITB的時候寫封信給吳大游說 台灣地震非常多 必須要設置地震觀測網 所以他那時候是MIT剛拿到博士 寫個信給吳大游 吳大游答應他開始設置台灣地震觀測網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如果30歲 是不是有那個勇氣 可是他那時候也是吳大游跟他講說 我答應你們 但是你們一定要回台灣 所以蔡宜本老師就回來台灣 開始設置地震觀測網 那當然這是未來 後來在1991年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經濟非常好的時候 我們台灣正在Coffer proposal 他建議整個台灣設置 900部的強震站 在記憶地震之前 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蔡宜本老師那種 很有遠見的前輩 讓我們後輩可以做更多的事 我也是希望我們可以做類似的樣的事情 所以記憶地震之後呢 我很感謝蔡宜本老師 因為他把地震紀錄非常清楚 讓我們這個地震 不是只是在電視或是在一般新聞講的 是另外只是令人感傷的災害性地震 它是一個很感傷的災害性地震 但是我們科學上面是在世界上貢獻了很多 我們的資料全部open給全世界 那這個地震呢發生之後 各位如果看 因為大部分都是學理功能 你看這邊非常的高頻 這邊比較長周期 高頻頻率很高 這個大概是2Hz 所以呢民間積極一帶 這邊大概是兩三層樓房子是比較敏感的 到北邊是長周期 長周期的話是大樓比較敏感 如果各位還記得 台中有個大樓倒了 甚至從到台北市還有房子倒了 那當然建商還是有些問題存在 因為一樣那麼長周期到地方 比如房子沒有倒 為什麼你的倒對不對 可是也是因為它是長周期的訊號 所以它在長周期比較弱的時候 它就呈現出來了 那我們看第一手資料 事實上就可以看多一些加速度的特質 來瞭解地震災害的狀況 那我地震學家是把這些訊號全部回推 瞭解地震下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有點是數學啦 但是理論非常簡單 你可以想看一個斷層 它大概100公里長寬大概40公里長 它在下面做了發生很多事情 你在上面收到地震資料 所以呢時間等於距離除以速度 所以你在機碼中收到一個訊號 暗示這個訊號是從哪個位置來的對不對 所以你在機碼中它那個訊號 你大概圍一圈大概是你訊號來的範圍 可是我如果有10個站 各圍一圈的焦點 就是這個地方來的位置 所以呢 剛剛的這樣的所有的系列 我可以把每個訊號的焦點 全部都解出來 那我就可以解出說 為什麼在南邊從這邊開始破 破到後來比較大震幅 然後就開始又減少 代表我底下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到北邊變比較長周期 又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個由南邊到北邊 地表的訊號在這邊 但是地底下 事實上在北邊那邊 地底下30公里 有很大的錯動量整個推上去 我們就叫做Inverse Theory 這是通常到研究所的Label 這是我的 我的第一個博士生的博士論文 就是做這方面的分析 那我們還可以把它做三維的運算來算出來 我來動畫 因為它沒辦法動 所以我可能要跳出來一下 所以這是 我們可以算出說 整個地震發生的時候 它在 啊 我拿錯答案了 好啦算了 沒關係 時間有限 我可能就沒時間 講太多細節 不然它是有動畫 你可以算出它每秒鐘 破多少 啊 抱歉 我還是想要修 那個蠻重要 蠻有意思的 看一下我可以找一下我的動畫 在F Movies 我剛剛可能拿錯了 3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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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啦 拜拜 我用台北市當作例子 雖然我本來是不一樣的 這同樣的方式 就是 我學生的博士論 一樣就是 沒有 他現在已經是助理研究員 非常優秀的科學家 在中央研究院 就是我們可以算出說 一個地震發生之後 它傳到台北市 它的波的反射折射應該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每次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開始看一下我的房子還好吧 還可以 OK OK 這個是 他可以說 各種波進來的時候 你在台北盆地怎樣的反射折射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 不講太細的東西 那一樣的 這是從他的 一開始 我們用整個台灣的訊號 去分析說 這個地震發生的時候 它傳到 每秒鐘傳到什麼位子 它本來有動畫 那它的時間是怎麼樣子 可以算出來 我看看我後面是 沒有 OK 好 就是那個動畫 不行 那一樣的 我剛剛是基地震發生之後 我去算 所以我同樣可以做一些假想狀況 我剛剛給你的例子是台北市 台北市有時候會講 那個三角斷頭會不會動 它如果動的話 它整個那台北市的傳播的行為 是什麼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跟政府 在做地震演習的時候 在講到說 一個地震發生之後 哪邊的 當然我要解析度要非常高 甚至哪條道路它是會好的 哪邊的醫院 它到時候是可以做緊急的 那個救援的醫院 這是要事先做規劃 另外一個老師 溫國朗老師 我們在做這種規劃 那我們現在的計畫 是做1906的梅山地震 我們要先從嘉義這邊開始做 因為1906的梅山地震 梅山地震 我們想要從1906梅山地震 做一些exercise之後才傳到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做起來的時候 那個新聞效果有時候會超過我們的預期 所以我們要小心謹慎一點 所以台北市我們後來再做 這是提到 好 那雖然地震發生之後 我們剛剛講說地震來搖 那我可以科學地震學 我可以算出整個波怎麼傳 那我剛剛其實要跟各位做這個動畫 是說 我在動畫裡面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出 地震發生之後 我大概花了50秒鐘到台北 可是地震發生之後 50秒 這50秒我可以做什麼事 OK 我是不是有辦法 如果這地震的大小 我可以在 在1秒鐘 剛剛講的即時訊號 1秒鐘做出來 我有50秒 可以傳到台北市 讓台北市減少災害 那他們講說50秒的人做什麼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高鐵減速 捷運減速 另外的話就是瓦斯系統 現在的瓦斯 地震的第二災害是火災 所以我是用自動控制 讓瓦斯停掉 那對我們人有什麼樣的影響 但這還需要教育的部分 所以這是我們做 做即時地震Early Morning 這個就是這樣做 就是在全台灣目前氣象局 保溯的訊號做即時訊號傳輸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也需要做通訊的人 還要做電機的人的合作 因為我訂出地震需要時間 我要地震發生之後 我訊號要先傳到資料庫 資料庫又傳到給我 對不對 然後我才可以做地震定位 我已經寫成自動化程式了 所以我程式讓它算得越快越好 OK我算好之後 我還要再傳到台北市 我要怎麼傳 或是傳不現在台北市 傳到嘉義 傳到任何個地方 我這個時間是要跟地震波競賽的 地震波的速度 以S波來講是每秒3公里 OK 所以呢 它傳到台北只要30秒 可是我剛剛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我已經去掉大概幾十秒了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 如何讓我的速度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跟通訊那邊有很多 研究 比如說現在用機器台 各個手機的機器台 然後如何做分析 那我現在講的是 規模7還是沒什麼問題 可是規模8呢 搞不好連我的資料庫都倒了 所以我們在講說要back up 我們記憶地震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地震定位 我們大概是花大概一分鐘 做地震定位 還記得嗎 地震一來之後 中梁那邊一個電塔倒了 所以所有都停電了 我們很慶幸那個導 那個電塔還沒到之前 訊號剛好傳到氣象局 所以可以做出地震定位 定出地震在哪裡 如果所有電都沒的時候 我們連災害在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是 我們台灣的那 九百多部的強震站 已經發揮作用 因為我們有些訊號 全部是即時訊號 所以在那個電還沒有倒之前 在南部有一個站 你知道地震 我剛剛講說你 你知道到時時間等 你距離去速度 你要圍一圈對不對 圍一圈但也是希望說 正央到在中間 你旁邊的站都有 你才有辦法有交集嘛 你如果地震都在一邊 那側站都在一邊 你永遠圈不出交集 你就不知道地震位置在哪裡 所以那個是我們台灣 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已經有一定的exercise 那目前氣象局在做的工作 也是類似這樣子 他希望有些紙網 讓他地震定位越快越好 那另外房屋裡面 如果在做學工程 就是我們要叫damping 讓你的房屋在搖的時候 不會搖太久 所以台灣就是做了很多紙網 我可以做地震定位 讓他越快越好 幾秒鐘定出地震所在的位置 那一切都是規模 還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天有氣象局 摯探的時候一個地震的 相關的研究人員跟我說 馬老師如果台灣產生一個規模9的地震 你們要幫我啊 我說我們會幫你的 因為規模9的地震 我們所有的訊號全部都死掉 因為規模9那個加速度很大 所以我們要用到中國大多的訊號 跟日本的訊號 所以現在不是你們有聽到一些 什麼兩岸合作等等 規模9的地震的時候 我們的儀器整個都Auto Scale 就是沒辦法收到 所以必須要用我們學者的一些計算 來解的地震規模有多大 所以這個 這個當然是 如果產生那麼大災害性的地震 當然不是地震 不是只是氣象局的事情 是每個人的事情 尤其是我們地震學家的事情 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我會一樣幫忙 但是 放心啦 我們台灣島內不會規模9 剛剛規模9 1500公里 我們台灣島內最長 大概是台灣縱古這個長度 大概是規模大概7.6 我講的規模9 大概是流球的規模8.6 所以事實上 我們台灣的整個 整個災害應該不會像 印尼或是 東日本大地震那麼嚴重 而且海嘯呢 是往這邊傳的 你要記得這個地震 這個海溝是這樣 所以海嘯往這邊傳 當然還是會流到一些到 到核能電廠 那時候我們再評估 但是不會像 不會像那個 東日本大地震那種 30公尺高的海嘯 我們台灣是不會那麼大的 好 那地震預警的概念 這個對不起 讓各位看一下地震訊號 地震來的時候開始搖 你在搖的時候 我們全部把它記下來 一開始你往上動的時候 是P波 到後來搖是X波 然後又搖一大 是表面波 那P波大概是 速度是6公里每秒 X波大概是3公里每秒 那X波的震幅比較大 所以呢 你地震越近 你P跟S就越近 地震 測山越遠的話 你P跟S就離得越遠 你就有一個Warning的時間可以做 所以呢 例如說這個是一個 激勵地震的case 另外一個 對小規模地震的case 這是在日月潭 因為它靠近 鎮壓在日月潭 這是在台北 你看在日月潭 一開始P波進來之後 沒多久X波就到了 所以你沒有預警的時間 我們還是會有一個Date Zone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可是這個訊號可以讓我做地震定位 我訂完之後呢 台北的X波還沒到 所以台北大概有20秒鐘的時間 做預警 你還記得在座可能一些 因為職員和老師們 有時候在講電話 那時候有人在講電話 有人在南部說 喔地震還要搖 台北說還沒有啊 你們就開始搖 我們就是拿這個時間來做Warning 因為我的電波 一些部分是傳得比地震波還快 我來做20Warning 那20Warning 現在日本是執行的最好的 就是一樣有P波X波 所以P波來的時候 X波的時間 你把訊號傳出去 開始做地震預警 那我剛剛有提過啦 就是一般地震預警 你可能覺得說 給我20秒 我又能幹嘛 當然你可以去找一個安全帽 跟找一個安全地方 這是20秒可以做到 我一直在講說 如果你判斷你現在所在的位置 我們大概是可以啦 只是我們人比較多 你30秒鐘之內 如果逃不出這棟大樓的話 你就不要跑了 因為30秒之後 就是房子會開始Collapse 就是一般來講 如果一般的房子 如果你今天房子蓋得很好 當然50秒60秒都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如果你看30秒 你跑不出去的話 你應該就是 就地安全的地方 因為你反而 不然的話 你反而更危險 因為30秒你可能 跑到樓梯口 或跑到旁邊 反而更危險 所以除非你在一樓 那不然的話 你應該就是 就地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躲起來 那另外這個 Earning Warning 除了我剛剛所講的狀況之外 就是高鐵那些捷運瓦斯 另外現在做更多的是 自動的電梯 就是你電梯 如果開始比較大的搖晃的時候 電梯自動在下一個層的時候 就停止然後打開 這是一個自動化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 通訊跟電機的學者一起研發這件事情 事實上現在已經在做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 醫院在operate的時候 醫院在做手術的時候 我如果給他20秒 他可以有在20秒之內 他把電源或是其他的手術 先收拾一下 所以這個都是 無形中減少一些災害 雖然我們不知道 正確的災害會是多少 但他都是無形中減少一些災害 那如果是新俗科學園區 那種比較高科技的產業 他們知道會有地震來的時候 他可以讓產能把它關起來 減少震動造成的災害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些地震預警的工作 就是賣地震椅到你家 你家要不要擺佈地震椅 因為擺佈地震椅的話 他可以告訴你 地震來的時候 我辦公室有一台 如果有學生知道我辦公室有一台 地震一搖 我會告訴你幾秒鐘之後 Expo會來 20秒30秒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發展是手機 所以你的手機APP 要不要一個加入這樣子的訊息 就是地震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正央在哪裡 幾秒鐘傳在你所在的位置 當然這有很多問題 因為還有一些法律的問題 可是日本是已經這樣做了 可是我們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最擔心的是False Alarm 就是錯誤訊息太多 因為自動化難免有時候會錯誤訊息 所以如果在做一些是學通訊的同學的話 或是資貢的同學 是我們在合作的另外一個方向 那房屋建築就是加Damper 你在一個房屋裡面加一個Damper 它的狀況會怎樣 你原來本來是這樣的加速度 如果你沒有加Damper的話 你看看 這個地震波 這是房子 地震波既然這個房子開始搖 你看它是 大家如果學物理 這不是減細運動嗎 減細運動大家知道 是搖不停的 所以這房子就會倒了 如果你加一個Damper 它搖一個震幅 就結束了 所以你房屋 你現在看買房子會講說 這個房屋有阻尼抗震 現在你看到那種豪宅在賣的時候 都會講這個 就類似 類似這樣子的結構在裡面 那 我想我沒時間講太多了 但就是說 你房屋的結構 事實上可以改變你的 你的特質 就是如果你本來 你本來房屋的結構 如果不夠漂亮 不夠 檢疫牆沒有做好 當然工程會講得比較清楚 裡面沒有東西的話 那地震來了 當然還是有東西 只是說它沒有做一些 檢疫牆的結構 然後你在屋頂的地方 這個Joint的地方 這個空間沒有看得很密的話 地震來的時候 是從這邊開始潑 然後就整個房屋 然後我就倒下來 所以現在地震工程在做的時候 當然是說 我讓房子 如果地震來搖的時候 我不會造成這樣子的 毀滅式的影響 而是歪掉 我歪掉就有空隙 我就有地方可以逃生 或是救災 所以這個是 一個 如果你沒有做那個檢疫牆 很簡單的 如果你做一個簡單的 防震補牆 我們現在所有的國小國中 都在做這件事情 一樣的這樣過來 只是我現在 在旁邊 簡單的鋼筋 在牆邊 有這樣放 如果在座各位 是有自己蓋房子的話 然後你在這邊 就有個看筋 把它看得更密一點 看你低震來的時候 開始咬 一樣的咬 當然它還是會有一些 damage 但是它不會全倒 它不會像剛剛那種毀滅式的倒 它就是這樣 一個 插字形的一些形狀 所以你的 人在裡面 當然就是生命財產 就有一些保護 這個 當然這個地震工程 會講的比我更好 我們台灣的一些國中國小 雖然基地地震 我們很慶幸的 沒有那麼大的災害 但是呢 我們台灣的國中國小 幾乎全部都做這個補強的動作 我知道國政 國家地震工程中心做很多事 講到海嘯 那海嘯的部分呢 我就是簡單的講一下 因為時間已經有點長了 就是我剛提到說 在加拿大邊境 邊境有一個規模 9.0地震 是由海嘯紀錄來的 這在1700年 他們在日本的工手線那邊 發現一個海嘯高度達到大概是15英尺高 我記得印象很深 這個是我的同學做的論文 他在東京大學 他現在在東京大學 他跟我說 他回東京的主要的目的 在他的career裡面 就是要研究所有日本的歷史海嘯 所以他在講這個歷史海嘯 他說是15英尺高的海嘯 可是他在那邊看日本的地震 日本那時候並沒有任何一個地震 可是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高的海嘯 結果他算出來這海嘯從哪來的 這海嘯是從這邊 開始一直傳傳傳傳到日本 事實上有傳到台灣 只是1700年那時候 我們台灣東部的文獻 他沒有那麼清楚 而且當然他的地形 所以東京這邊 日本這邊是有比較大的影響 而那時候就是說 我們地震學的研究 有時候會喜歡 也很需要文學家 因為那時候沒有地震紀錄 是靠文筆寫下來 所以那時候的一些 但我大概沒有時間講 不然我還有一首地震詩 1848年彰化地震寫的地震詩 那寫的感覺跟我們記憶地震很像 可是那就是一個 一些相關的人士 把一些海嘯紀錄寫下來 就是說這個有海嘯的清洗 然後清洗到哪個城市 然後它的高度有多大 但沒有地震 只有海嘯 那他們算出來說 如果你要產生 事物因此高的海嘯的話 這個地震的規模 在當時 起碼要達到規模9 這篇文章發表在Nature 是在2004年的10月 蘇門達達地震是2004年的12月 所以那時候 還沒有蘇門達達地震 我那時候聽到規模9 我說Oh come on 怎麼可能到那麼大啊 不知道規模到底可能到多大 所以那時候覺得 感到質疑喔 在印尼大地震之後 他們當然可緊張了 所以日本在加州這邊 不是加州 美國跟加拿大邊際 這是Cascadia 在Vancouver那附近 跟Washington 這邊改了很多 地震與海嘯的預警 因為他們是有潛能 產生規模9.0的地震 那當然這個海嘯的部分 他們是可以去算的 這個是一般的在講 那日本的部分 我就講說 他們明治三路 大概是100多年前 他們這邊產生的海嘯 高度 各位可以看到他寫 寫在哪裡 我看看 你有看到了沒 38.2 OK 38.2公尺 所以他們當地 就有一個這樣的紀念碑 擺在那 所以這個地震 就是上去年那個地震 這個區域是沒有引起大災害的 因為民眾是 好 所以呢 我剛剛講過海嘯我可以算的 因為地震發生之後 規模多大 它的政府有多大 我全部可以算 然後知道 我又知道海底地形 我知道地表地形 能量是守恒的 所謂一個volume的水進來 它要淹到哪個地方 我可以算出來 所以呢 在日本 如果你到東北 東北地區 先台再往北的時候 你看到 那個街頭會這樣寫 經波進水想定區域 就是 它預估海嘯可能會淹的範圍 很準喔 我那時候去淹就是淹到那邊 但沒淹的就沒淹了 然後另外就是 淹到哪裡為止 還有一個zone 所以這個zone裡面的 所有的居民跟學校 都要做海嘯的預警 跟演習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有教育的 當然這個海嘯高度 遠高過預期 所以還是產生的災害 然後這是他們海嘯的 預警的speaker 海嘯預警的設備 這個呢 學校是 看起來是 都破壞了 但這個學校事實上是 好的預警系統 這個學校帶好之後呢 它本來有一個 有一個防災的路線 那當地的居民跟他講說 當地的居民後來建議學校 把防災路線換到另外一邊 因為他說海嘯是從 原來的那個 假設海嘯是從西邊來的 他原來預警的那個 逃生路線是在西邊 所以他建議他應該移到東邊 所以這次海嘯來的時候 他們那個預警的那個 本來的逃生路線已經做好 所以東部往東邊 所以全部都安全 所以這個學校 雖然學校被傷害 但是全部都安全 那另外一張我沒有放上來 是我到現場去的 那個就很 那個是個悲劇 是學校剛蓋好 所以還沒有把逃生路線弄好 結果師生全部都跑錯方向了 所以那個學校就很很傷心 你到現場去 因為我那時候是 剛去沒多 地生發展沒多久 所以你還看到一些擊敗的部分 所以這也是在 在驗證說 教育事實上是可以 可以有一些 減少一些 OK 好了 欸 怎麼了 抱歉 今天這電腦 跟我不太合的感覺 怎麼關不掉 喔 OK 好了 只要你跑過來就好了 換成這樣 你看 站在我旁邊 就永遠都好了 OK 又來了 你看 一走他就來了 欸 為什麼 我剛剛應該趕快把它換到下一個 奇怪 是不是只有我 我來講的時候才有這麼多問題 別人講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只用另外一台 OK 我又要跳出來不成 我們試試看你走什麼就好了 再試 好 再把它 啟動工作管 AERO 對啊 AERO 先把三條關掉 嗯 欸 至少那個不見了 好 OK 好 謝謝 什麼東西 就是稍等一下 我們要把那個 我們要把那個 關掉 OK 好 剛剛講到都是國外的齁 那我們台灣的海嘯 我們現在目前唯一真的文獻上記載的海嘯是1867年的基隆海嘯 它在這邊講到金鮑嶺要附近 紅色的是它的煙 煙溢的範圍 我跟吳作人老師在算的結果 還有許蘇貴老師在看沿海的這個地形 認為這個海嘯造成的原因是海底山崩 因為當初的地震規模不至於那麼大 這是海底山崩造成的海嘯 嗯 現在是一個學生的說事論文 正想要把這個海嘯做得更清楚一點 那台灣比較幸運的地方跟日本比起來是遠地地震 因為我們的海底地形保護了我們 所以在海性的遠地地震海嘯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像之地大地震 1960年的之地大地震規模9.5 台灣的海嘯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喔 台灣比日本來講就是幸運很多 就是我們海嘯的頻繁度沒有像日本那麼的頻繁 可是呢有時候做海嘯的時候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它是幾百年發生一次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海嘯預警 我也是覺得說在時間上面很多會讓很多人會健忘 這個是我跟我的學生 事實上是我們實驗室去郊遊的啦 我們實驗室去台東交遊的時候 然後呢我的學生在台東他跟我說 老師我在阿美祖的紀念碑裡面看到一個碑上面寫說 他們是因為海嘯他們的先人告訴他們 應該要搬到比較山上的地方 只是他這邊寫的有點誇張 他這邊寫說在石器時代 石器時代板塊運動尚未穩固所致 歷經大地震引起海嘯全村覆沒 因此部落才移到都蘭比較高的地方 就是都蘭族的他們為什麼在當地的位置 我很納悶石器時代 所以我講說海嘯是三千年 石器時代超過三千年吧 石器時代什麼時候 不少 不少 更早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 但是我想要去地道 所以我就講說 剛剛跟各位講我們做古海嘯 如果他真的有一個地的位置的話 我們就是挖草溝看層積環境去瞭解 他是不是看到一個海嘯 可是三千五百年前這邊所講的 然後再講說有那麼清楚的歷史記載 我們是應該要去追的啦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覺得我像考古學家 考古地震學家 再去看這些海嘯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台灣的話另外的話1867年 另外是日本石原島地震1771年 產生海嘯高度85公尺 那這個石原島的海嘯 這是我學生的碩士論文 這石原島的海嘯地震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去算它海嘯的情形 到台灣還是大概是宜蘭那個區域回族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擔心成功 是因為那地形我算出每次地震來海嘯 事實上是往成功 這個台東是成功的小部落 小村落它事實上還有地形有聚焦的效果 因為這邊有Gaguar Ridge 還有地形往這邊聚焦 所以上次大地震的時候 我一直擔心成功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的經驗算出來在這 另外也是沿著琉球海溝開始船 船到宜蘭 我是宜蘭人 我是蘇澳國小蘇澳國中 然後船到不得放大是在蘇澳 所以我做恒能電場的時候想說 你要擔心恒能電場 旁邊的村落也是要考慮的 尤其我們如果要做海嘯預警的話 東部的宜蘭蘇澳一帶跟台東成功去應該做 那中間的話因為它的岸很高 所以海嘯不會以太大影響 但它船過來的時候的影響 那可是你看我這都可以先算 我大概算出大概30分鐘傳到台灣 所以我如果地震在石原島產生規模8的地震 我有30分鐘可以預警 30分鐘說快也說慢 就看你平常有沒有準備 你平常有準備30分鐘錯錯有盈 如果你沒有準備的話 我們能逃生路線走的路線 搞不好應該大家都走到海邊也不一定 或者所有的國想 所有交通全部都卡在一起 這個就完全這30分鐘完全無際一事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開始要跟各個村落 或是學校 如果有時候在座的同學 未來是國小國中高中老師的話 就是教育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跟當地的居民如何做教育 但有時候會講說海嘯可能100年才發生一次 那你現在做這些預警 人是很健忘的 你預警了30年都沒有發生的話 大家對那種預警或是對這個演習也沒什麼興趣了 所以這個是很難的地方 就是你要把它落實到生活上面 可是它100年發生一次 可是它100年發生一次 它可能是明年是100年 可能是100年之後才是100年 沒有100年會不會100年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好幾年了 any好就是那個誤差是會有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的時候覺得為難的地方 可是因為我現在比較資深一點 所以我在行政院有一些committee 我就在講說重點是 現在這個海嘯這些知識跟科技我們都有 這一點都不難 因為我剛剛講速度給根號GD 你傳播的距離我一分鐘定出來 我怎麼都有 所以我如果不做預警 我一直在講說 假設我今天我有活到80歲 我70幾歲80歲的時候 我已經不是科學家了我已經退休 但是我聽到一個海嘯發生 然後造成傷亡的話 我會覺得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 因為我在30年前明明就可以做得到的 可是我們沒有去做 所以我那時候跟政府在講是說 其他單位當然他們還是有一些接受了 這個經費是比地震預警便宜很多的 因為這個經費你看 你是分的單位給你鳥的單位 你就是放個喇叭speaker嘛對不對 然後你有學校的教育 這是軟體上面就可以做 它不貴的 完全看你要不要做OK 那而且那時候我才開始 你們現在聽到說 我們以前防空演習 我一直跟你們講說 防空演習不要再防空演習了 防空演習大概就躲在家裡睡個午覺這樣子 你把那個防空演習的訊號 都變成是海嘯演習 事實上是有一些注意可以做或地震演習 所以當然有開始在執行 但還是有一些困難 但是我覺得至少政府有在考慮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開始要一起做 但是一樣的我也不太確定 50年後它是不是還是可以 大家還記得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地區沒有像日本有那麼大的災害 然後有那麼大的規模地震可能沒有 OK 但是我們的態度明顯的比日本少了一倍準備的工作 而且我做科學家慢慢才覺得說 人定勝天 大家現在都不太講人定勝天了 人真的是很難勝天 所以我們要準備的同時我要非常的謙卑 因為我知道從此永遠會超過我的 有些事情會超過我的預期 但是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冷靜跟行動力是很重要 這是我在日本這個部分所學到的狀況 那最讓我感動的是我到嚴守縣 我是很容易感動的人 所以人家在賣花我也很感動 人家在踩腳踏車我也很感動 這個就是我看一個阿伯在那邊踩腳踏車 坐在那邊踩腳踏車 我以為他幹嘛那麼閒工夫在那邊踩腳踏車 後來發現不是 他在幫人家加油 加油是因為這房車倒了 加油是因為救災的車子還是要有油嗎 他用踩腳踏車的方式 當作一個機械式的pump 把油從底下pump上來加油 那所以當初海嘯的時候 所有的那個油的器具都壞了 但是油是在地底下 所以油還是在的 油在地底下還是在的 所以他是用人工踩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這樣踩多久 他說還好大概踩十五分鐘 大概可以裝Scala 然後我想踩十五分鐘 ok 所以這是我覺得感動的地方 那我想在座可能對日本 當然也都有很多的印象 所以這是我覺得我們很多地方要學習 他們科學還是蠻厲害的 他們工程還是蠻厲害的 我現在好像太羨慕日本人一點 但是呢他我們吉利地震的時候 他們跟我來跑野外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就覺得感受到兩個民主性的不同 他說你們台灣人真是太偉大了 真是太樂觀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到野外看到一個房子倒了 就歪一邊 結果狹狹在那邊跳繩跳得好快樂喔 你知道嗎 可是他們這樣歪一邊啊 我們就說對啊日子還是要過了不是嗎 他說對啊我覺得我真的太佩服了 那他就說如果是日本的話 如果發生這樣的話 那個小孩子已經 那個媽媽已經告訴他 已經不能笑 這是令人悲傷的時刻 所以每個人都在擦地板 他就說每個人都在擦地板 他說上次一個地震的時候 他看到大禮堂一樣就是災民的去 每個人都很安靜 然後每個人都在擦地板 他就說感受好事 因為在台灣每個人都在打普克牌 就是這樣 你在大禮堂 看到每個人都在打普克牌 他想在這邊跑來跑去啊 因為體肤很歡樂的景象 然後我去那個問川地震的時候 我要照相 我要照相 我跟日本學生一起 我說要照相啊笑一個人 然後跟日本學生說 我們怎麼可以笑呢 這裡是災區耶 我說說的也對齁 大家都不要笑 所以那個民主性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樣對怎樣錯 我只是覺得說 我們欣賞彼此的優點 他也覺得我們的優點非常好 讓日子過得非常的充實愉快 日子總是要過的 還要樂觀的活下去 所以我想我們就繼續加油吧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兒 謝謝 非常精彩的演講 各位大概也都聽到了 應該有所感觸 我們確實為了這個地震跟海峽 台灣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請大家去做準備 好不好 然後呢 值得慶幸的就是 我們在桃園地區 地震少了 是的 桃園是安全的 真的耶 中央大學那高地是安全的 由馬老師保證 專家保證說 這個地方是非常好的一塊地方 所以各位 趕快回去勸你把馬遺移到那邊 另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馬老師指出來了 如果我們能夠把地震 海峽的能量 轉化成我們能用的能源 誰能夠做到這一點 在座的各位 好不好 馬老師有點子 可是你們要去跟他學 然後你們要能夠去開發 要把埃尼尼爾工程上的東西解決掉 讓他實現 對 我們如果能做到這一步 我們是造福了全人們 好不好 這個需要學 怎麼學 各位回去看書 然後去修馬尔科 然後跟馬老師做研究 就可以學了 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次謝謝馬國鋒教授 精采的演講 謝謝 謝謝各位 感覺這邊有一份問卷 請各位來賓幫忙 順便有一份自謝 感謝狀 是喔 感謝馬老師 謝謝 不客氣了 這是自己人 自己人 更值得感謝 謝謝 謝謝 好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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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émarch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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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να key 沒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